的確 鮮魚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週末假期這一波冷空氣 提醒您一定一定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最主要也就是因為 在週末這一波冷空氣 看起來不只是冷氣團 或者是強烈大陸冷氣團 現在是直接來到了寒流等級 也就是台北的低溫是會下探到10度以下的 到底到這個週末假期全台各地的溫度 到底有多低呢 我們趕快透過第一張圖 我就要帶您來了解了 基本上這個週末假期看起來 整個嘉義、以北還有宜蘭跟花蓮 低溫下探8到10度 至於南部地區還有台東的部分 低溫是落在11到13度左右 這是溫度計大家看到的 顯示出來的溫度 但是體感溫度會更低 多低呢 現在看起來像是基隆、嘉義還有台中 是在這波冷空氣 週末這波冷空氣最強的時間點 也就是週六的晚上到週日的清晨 體感溫度只有4度 而彰化只有3度的低溫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這一波的這個寒流報道 尤其是入冬以來 截至目前以來最強的一波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了 至於今天的天氣呢 衛星雲圖帶您來關心一下 我們繼續受到了東北季風影響的環境 而且你可以看到 台灣今天環境場水氣 還是整體來說比較偏多的 其實這樣容易下雨的天氣呢 預計到週五之前 都是這樣的一個天氣形態 再加上冷空氣 持續的發威 這導致呢 今天清晨各地 也是溫度來的比較低的 今天清晨呢 全台各地的溫度落在 13到15度左右的 清晨低溫 告訴大家 明天清晨還會再更冷一些 原因是什麼呢 地面天氣圖 要帶您來關心了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因為這波冷空氣 東北季風 持續的影響我們 所以呢 這幾天我們的溫度 都是來的比較偏涼偏冷的 雖然它準備要出海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北方 又有一波的冷高中心 準備南下 那今天晚上的時候 它就會南下 開始要影響台灣了 而這一波的冷空氣 預計比我們現在 感受到這一波 稍微再長一點點 包括了白天的高溫 還有夜晚清晨的低溫呢 預計還會比今天 大家感受到的 稍微再下滑 1到2度左右 但是呢 這波冷空氣影響的時間 蠻短的 我們來看到呢 來到了週三的晚間過後呢 這一波冷空氣的冷高中心 就會出海了 所以呢 預計在週四週五這兩天呢 東北季風會稍微的減弱 所以北台灣的高溫 也會略微回升 溫度水線就帶您看得更清楚一點點了 我們來看到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我們一起來說 你可以看到呢 因為最近呢 一整天都是在20度以下的低溫 來到週四跟週五這兩天呢 因為我們說到了 東北季風稍微的減弱 所以溫度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一整天呢 其實都還是比較偏涼偏冷的狀況 來到週末假期 溫度直接往下掉了 你可以看到清晨夜晚低溫 不到10度耶 只有7到8度左右 至於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呢 我們就來看了 其實最近呢 白天的高溫還是比較舒適的 25到27度左右 而夜晚清晨呢 溫度比較偏低 日夜溫差還是要留意 但是來到週末假期 你可以看到 連中南部地區溫度也是溜滑梯 夜晚清晨低溫呢 只有12到13度 這是都會區的平均溫度 也就是說呢 南部地區呢 相較於北部 東半部地區其實水氣比較偏少 所以輻射冷卻效應 反而在南部地區會來的更明顯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這些沿海空曠地區 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還是要留意 可能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這對於習慣天氣比較溫暖的 南部地區觀眾朋友來說 這樣的溫度變化 一定要特別小心了 緊接明天各地的溫度 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還是一整天 濕濕冷冷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一整天是雲層量偏厚 而且清晨 夜晚低溫95到17度 南台灣的部分還是要提醒您 日夜溫差大 東半部地區明天宜蘭的降雨幾率 還是來的比較偏高 來到90% 離島地區沿岸的風浪 都是偏強的 這部分要特別注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